他就说做艺术就是要拿命来换 我想他对艺术的追求 那个标准是不会变的 他自己承受了很多的 一种别人不能了解的孤独 他是很冷静的 如果我会化标 一句话去形容力群 我觉得就是收放自如 2000年的时候 该是有了台湾的第一个文化剧 所以这个剧场就慢慢被规划起来 变成了孤独这小剧场 那我们是在 身体现象馆是在2005年的时候 接手成为这一个营运者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力群馆长把孤狸街小剧场 原本可能不太有人想要应用的 硬体环境 因为它很小 做出它能量很大的生命力 孤狸街是我一个很好的选项 我常常会在这里看到明日之星 看到很多作品的未来 在十几年前 我就常常在小剧场 他们跟外国交流 表弟群也很努力在做这一块 比如说第一个 那这个微彩科 我们就去到了法国的马赛 到北京 到第二年 我请了王莫林老师自己做 希腊悲剧改编的这个安迪刚尼 那我们用的三个地方的演员 台湾的演员 也有北京的演员 再加上韩国的演员 在目前条件之下 能做出像馆长 这那么多年下来呈现的一些成果 我就是做不到 一般人做不到 不可能做到 那我现在正在努力的一个事情就是 生长者来到这边的工作跟创作 那我希望现在因为 像共能的概念打开了更多 银银族啊 然后银法族 然后带到这里头来 做比较完整的一些创作的发表跟发挥 古领街小剧场 是姚立群老师这么多年下来 为我们台湾守护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另类表演空间 同时也是国际上面 大家对于行为艺术啦 比较是社会性议题的这些关注的朋友 大家都有一个共融共同讨论的平台 那台北市其实是一个 永务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 我们毫无疑忆的来推荐姚立群老师 作为我们第二期节文化奖的这个受奖者